教第一节课呢 我们教各位来做茶语 什么叫茶语呢 茶语的话就是有人称为水方 水方 就是我们泡完的茶渣要放在 就是不要的茶渣 要放在那个盆子 讲语是比较好听 然后也有人说是水方 还有这个做杯垫 我们茶杯直接放在桌子上面 那种美感可以有一个垫 一个垫子把它垫高的话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至于要什么形状都没有关系 只要等一下在下午再上课 示范完以后就可以做 昨天我太太在上课的时候 讲得非常好 以前我们国府思量里头 有什么影秀主义国家责任荣誉 还有一个什么思想 真的很好 我们做早也是一样 做任何这件事情都要一个想法 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要怎么做 三额村大山大水 很多的元素都可以 我们生活中就是一种美 生活就是一种美 美在生活 所以我们眼睛所见到的 所看到的 你都可以应用到你要做的一个器皿上面 这样的话你的器皿就会跟人家完全不一样 可以出色 很有特色 甚至看起来 人家 就是一个当下一个想法 你把它原住放下来 好 那那个 杯垫 我们杯子要杯垫 然后呢 再来 茶中 茶中 我们喝茶的时候除了茶壶之外 我们知道 泡茶三药处 除了时间温度 然后是茶量之外 时间40秒50秒之后 你茶要倒出来 到哪里 都在茶中 茶中的话就是公道杯 那边的话 为什么公道 因为茶如果这样分杯的话呢 味道前后都会不一样 你要分得很好 每一杯茶都很准确的话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倒在茶中 再来分茶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茶中 我们就是要做茶中就对了 这是我们称为公道杯 然后三点到四点呢 我们要做茶折或是茶贺 或者是这个盖子 就看各位的时间 盖子 为什么要做盖子呢 我们茶壶拿下来 水冲样去死 时间到了以后 你要换茶叶 或者是要倒水的话 盖子要拿出来 盖子要放在哪里 你要有一个承载盖子的一个盖子 那个也要做一个 做一个 那你就可以放在哪里 当然不要每个人都一样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还有一个茶盒 茶盒或是茶盒 折的话就是一个凉器 茶盒 当然他很多酒 你捏一个 一个典型的索利亚 他就有大小 你稍微控制一下 那个茶盒做什么 或者茶者做什么 我们茶 今天要泡什么茶 客人来的时候坐在那边 我们把 还没有泡的茶 把它拨在那个茶盒上面 让人家赏茶 或者是端点人家赏 我一香一香 这个就是茶盒 也可以把它当成茶者 我们叫茶要放在茶壶里头 我们班人都把 就把那个 石面上那么大罐的茶在上面 再弄 手一直抓 很清楚啊 当然自己人是没关系 个人看前就不大敢喝了 所以 我们把茶盒很优雅的拨进去 村长这边 他上次送过很多 那个 用竹子做的那个茶匙 慢慢的拨 慢慢很优雅的拨进去 就是这个茶盒 或者茶匙 要多一下 你看 这样的感觉 风味都不一样 就是柴烧的作品 那真的是很有特色 好 那 杯子有了 杯子有了 然后 这个 这个 茶语也有了 杯也有了 然后茶中也有了 那茶贺 茶者 今天就要做这些 做完以后 你都不用急着去 我们龙南相公所 有一个句话 就是品德决定一切 那我套这句话 时间决定一切 我想所有做的好老师 绝对不会告诉你 要是做完就这样做 但是我告诉你 时间决定一些 就像村长刚刚讲的 你不用急着去 一直去梦碰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之后呢 他会慢慢的干 因为你湿湿软软的 你去碰他的话 越碰就越糟糕 你就摆在那边做别的 就摆在那边 隔了一天之后 这个时间最好的 去碰触他的时间点是 隔了一天 你去弄的时候 你去碰他的时候 你去整形的时候呢 是最佳的时间 所以我说做好的话 时间决定一切 过了明天 假如你还是没有时间去碰他 你就要像村长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说明的 就找个箱子把它装起来 最好是那个我们 市场里头那个保利的 我们送便当 那个保温 保温盒 村长他家里他不是用那个 我去看他都是那个冰水啊 放那个冰箱 炒冰箱啊 哇那真是厉害啊 一般呢 我是 我是没有这个小冰箱 这个那么高级的高达 我是用什么 我我楼下是开餐厅的 他很多装那个 装那个鱼的那个 保利龙的盒子 那个最好 那个真的是非常好 他的高度刚好在20公分以内 所以我们做的高度要去放 要去移动的话呢 都不会压到做土 弄到做土 弄到做土 所以那东西是很好用 那个啊 他丢了丢不掉 丢不到 不知道丢到哪里去的 但是 对于我们来讲 非常好用 我们所有做好的朋友 几乎都用那个 要去拿去烧 要移动啊 或是要这个 没有时间做 应该有盖子了 盖起来 他不会 不会很快就干 那如果你 再怕它干的话呢 你都在用塑胶带 把做人靠前 再把它盖起来 还 你一年后都不会干了 六十七十 所以不用担心了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今天做完的东西 明天早上来 再去整形 再去工作 到 明天早上来 大概有一节课 就是 有点到十年的时候 大家要示范一下 做 做那个 工具 我们用竹子来做一些工具 这工具做完 要做什么呢 你要去做你的杯子 要去整形 什么东西 都要用靠工具 没有工具是没有办法 市面上是可以买 但是不好用 都是塑胶的 而且竹子的东西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它跟泥土之间的互动 就像跳碳狗一样 礼物 它互相的那种 那种契合度 非常好 非常好 你一般金属的刀子 或者是 或是这个 这个 塑胶的 不会黏到你 它对泥土之间就是 没办法 就是说那么契合 会黏黏 有时候 不好用就对了 所以 我这边会教你 做几支的刀子 之后呢 你将来再做 你再抓进去之后呢 你会 应用这种技法 然后 你要做什么东西 想要去用它的时候 你才去做你特殊的刀子 基本的刀子 你要会有 这样的话 你从这个角度 切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慢慢的 在这个 这个领域里头 做出一片天地 好 将来 当然 刚刚有湖 有 有周 有杯 少一个湖 对不对 那老师 教你做湖 捏个湖 捏个湖 那另外呢 我们在我们茶戏里头呢 还有一个文人花 文人花 古时喝茶的人 愿意 因为插个花 很简单的花 花戏 就是捏个花戏 然后用手刀刀出来 这样的话 你整张桌子的话 一张茶 包茶的茶桌的话 都是你自己的作品 那就是非常 非常有特色 那再隔一个礼拜 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干干了哈 你不要在空气中就干了 干了以后呢 呃 就是明天下午 你有时间的话呢 可能要把今天做的 稍微 把它Q光一下 把Q光一下 隔了第二天 下个礼拜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拿出来 那各位就要带 撕瓜布啊 撕瓜布来 那个表面啊 就是说 有那个巴黎啊 有些刮手的东西 都要把它剥除掉 否则的话 这些没有提出的话 你烧出来 那个是变成钢铁医的 没有不好处 所以我们事先的处理了 就把它 嗯 最后一天的话 我们就大部分时间呢 就在做整呗的工作 整整整整整理 整理我们做出来的机体 好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好 那那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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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